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来月经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环境中的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种人类生产出来的一些化学物质 它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所以它又称为内分泌的干扰物 基本上每天从烹饪 从储藏 到你开车运输 到你在穿衣服 都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环境荷尔蒙 那甚至可能从小孩生下来 就开始透过母乳去传递给婴儿 那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这些环境荷尔蒙 它一些化学结构啊 长得跟人体内的正常荷尔蒙很像 所以当它在人体里面累积 就会干扰到我们正常的免疫生殖系统 甚至是有一些代谢上的一些功能障碍 比如说有些啊 像男性它的精子数目会减少 那女性的卵巢呢 就会变成健康程度受到影响 所以最近啊 不孕症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发现啊 它的神经系统啊 智力啊 也都会变得比较功能低下一点 像我们开场说到嘛 月经提早 那主要就是 小孩子他在生长发育啊 他内分泌系统正在启动 所以受到环境荷尔蒙的影响啊 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除了生殖系统之外 甚至有一些呢 会有一些智力的障碍 神机发育的一些迟缓 所以是变成我们后代呢 有一种越来越笨的一些倾向 其实有一些科学家研究真的发现说 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啊 跟1959以前的人比起来 这些人呢 比较后出生这些人呢 精子数目是真的显著的下降 那不孕症的比例呢 也显著的上升 性早熟的比例啊 子宫内膜异胃症啊 癌症啊 月经失调的比例 也越来越多了 那要怎么治疗 怎么保养呢 其实环境就是这样子啊 这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要降低 它对我们人体的干扰 因为我们的生殖系统 它对环境荷尔蒙是敏感的 如果它被抑制 或是呢 本身我们的生殖系统 稳定程度就不高 那就有可能呢 造成精宠的树木降低啊 而卵子的发育状况 也变得比较不好啊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 属于一个百毒不清的状况 那我们毒性敏感的程度呢 降低之后 自然就会维持 我们正常的身体机能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到 中医在说 主生殖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肾气 肾呢 主补生髓 主生殖 这时候补肾药呢 比较偏生殖的这边 像是熟地啊 八几天啊 兔丝籽啊 核手屋啊 营养货肉 肉丛丛这些 就会降低环境荷尔蒙 对我们生殖系统的伤害 那也因为呢 肾是先天之本 那肾肠精 这个精呢 也是精子跟卵子的这个精 所以不肾药呢 本来就在治疗这些不孕症 那当然呢 治疗这些环境荷尔蒙 去降低我们生殖机能 当然会有显著的改善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性早熟这一边 现在很多孩子啊 常常治这些加工品 过度包装的东西 导致性早熟 其实有些小朋友 受到这些毒素的干扰啊 也会变成月经常常一直来 我们会用治阴 卸火的中药 那治哪边的阴呢 卸哪边的火呢 当然就是干肾 那有一些女生 她是密乳基础很高 导致呢 受到环境荷蒙的刺激 她的胸部一直很痛 因为密乳基础过高啊 乳腺一直脏痛啊 那月经也乱七八糟的 这时候我们也会开 滋阴泄火的药 这时候就会调 肝经跟胃经 像是生地啊 织母啊 石膏这些 那我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 脂薄地黄丸 所以总结起来 不论你是生殖功能被抑制掉 或是过度发展的 总之这些异常呢 中医都可以有方法去解抗它 可是如果你觉得说 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啦 月经也都还正常 但我觉得我常常吃一些 外带食品 而且都是塑胶包装 那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自己自备餐具啊 减少这些环境的污染 有一个跨国研究发现啊 其实他把自己的 国家的人民啊 都请他们去喝大量的茶叶 那这些茶呢 会让环境荷蒙 排出体内的效率会提升 再来有些食物呢 像是蕎麦啊 萝卜啊 以白萝卜为主 还有白菜 小米 菠菜这些 这些比较偏清热解毒 而且又可以 顾肠胃的这些食物 会促进环境荷蒙 从我们体内排出 效率会提升 虽然呢 目前还没有一种方式 很确切的 完美的保证说 你绝对不会接触到 环境荷蒙 让你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个人可以在享受 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多注意一点 生活的细节 比如说不要用太多的塑胶 人造香料 把我们的身体呢 跟地球呢 爱护一起去实践 那这样呢 我们就会更少去接触到 环境荷蒙 也会让地球 整体环境变得更好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戴爱学汉音 我们下次再见